刚过去的跨年夜,央视和卫视精彩分成 艺人你方唱吧,我登场 为大家献上了美轮美奂的跨年舞台 招商,收视率,宣传点等等自然又是各家比拼的要点,很有趣 你看看东风卫视这狂喜,我有王一博就够了 而顶流艺人王一博今年有几大出人意料 首先,居然没有在湖南卫视 而是在东风卫视参加演出 全新唱作,全新主持人,全新舞台 其次,没有进行他最拿手的唱跳 而是进行崭新尝试 伴随着他自己刚出的新歌像阳光那样 跳了现代舞 在他自己舒缓深情的歌声里 他柔软而又坚韧 强悍而又温柔,用身体、表情表达了心声 多少人感动落泪,什么效果一舞动天下 杏花输引清风,当别人还在各出奇招 珍奇斗眼的时候,当别人还在顺装华服 极尽羡慕的时候,当别人还在重归重举的站桩唱歌 把唱跳当作年末任务突演过去的时候 他真的是画房鬼剪,仿佛归真,用心 用情,用魂为我们呈现了22年最精彩的舞台 素颜百依顺发,王一博干净出城 歌声动人,舞姿感人 用尽温柔,抚慰寒冬里的每个心灵 挣扎,纠结,束缚,冲破,成身,拥抱,生长 他用身体写了一首散文诗 告诉我们,别哭泣,我在冬天会过去 哪怕花瓣飘零,哪怕岁月经过,可春天不会在意 他温满了我们,质疑了我们 舞台上的他,如羽毛,如蝴蝶,如仙鹤 优雅,美丽,而又动人 但我更觉得他像风,自由,而又无处不在 多少人一边看,一边感动莫泪,不是伤感 而是因为温暖与融化,心灵得到补位 从街舞到现代舞 跨度有多大,转变肌肉记忆与动作流程有多难 舞蹈家们的分析我看了好多,才知道有多难 而王一博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到了极致 从动作的舒展,到情绪的表达,甚至到指尖的颤动 你都能感觉到他的美感 王一博的舞蹈超越了很多人的地方就在于故事性 很多人跳舞,有技巧,有难度,有动作 有力度,可就是不好看 而王一博,他只要跳舞 就会让人感觉到他在给你讲一个动人的故事 情绪的起伏无比吸引,会让你共情 杏花输引秦风,亦舞动人,亦舞动天下 这个评价绝不夸张 看看微博记录,这一成绩目前无人能及 第三个大意外惊喜居然也在这个跨年晚会上呈现出来 跨年前的时候,王一博反场当众宣布 主演的电影《无名》正式定当大年初一 欢迎大家到时多多支持 这绝对是重磅炸弹了好吗 而东方卫视也相当给力 在跨年这个分秒都要计算清楚的重大晚会 不仅充当了电影官宣的媒介 更放了电影的一分钟预告片 这牌面也就王一博了 其实话说到这里 王一博为什么会选择东方卫视跨年的原因 也就揭开了电影在上海拍摄 是上海市重点文化项目 电影中还使用了上海方言 那么他在这个平台表演并宣传 也就是水到漆尘的事情了 杏花输影清风真的是惊喜 王一博本人对这部电影的喜欢与重视也可见一般 在宣布的时候连用了三个非常来做定语 表情也有些紧张和激动 对于向来寡言寒语 表情高冷的他而言真的是很难得了 这也见他对这部电影的信心和重视了 这部电影作为博纳顺利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博纳老总于东先生在电影杀青后的公开场合 每次提及真的是赞誉之情易于言表 的确成儿导演的编剧与导演 梁朝伟 黄一博两代男神的合作 周姓 王传军 黄磊等演员的加持 再加上敌战 宁国 悬疑等因素真的是让人期待极了 同时这也是黄一博即将上映的第一部电影 它的表现力可塑性 林奇等以前只在电视剧里见过 虽有副东宇导演 徐珍导演等的大家赞赏 毕竟只是小屏幕 大荧幕成绩怎样 需要问市场 问观众 问口碑 而春节档可谓是兵家必争之地 目前亦有多部作品 管轩定档可基本都是大制作 大导演 明演员的稳拿制作 不明也加入这场血战 就这么有信心吗 黄一博粉丝倒是想得挺开 黄一博跳舞不是赤脚吗 那我们就是关脚的不怕穿鞋的 票房超过成本的每一块钱都是血赚 看看多想得开 一场跨年晚费 黄一博给我们了这么多惊喜 可真的是让我们目不暇接 收无知足导之 也同时收获了这么大惊喜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无名的上映 预祝无名票房大麦亚 声明文章结尾原创 请尊重作者心血 禁止一切潮汐行为 为者必求 文章已经同步发表于网易 微博 知乎 百度 今日头条 我看网易博系列之一一把惊喜 我看网易博系列之一一把惊喜